林兆斌先生是時事評論員、 網台節目主持人、註冊社工、 前旺國東區議員 曾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前副秘書長 他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叫做解碼新香港 今週的題目是《消失的陪審團》 在新香港之下 很多舊有的東西和制度都逐一消失 今次消失的是陪審團 繼唐英結案後 律政司行使《國安法》賦予的權力 指示兩宗重要的《國安法》案件 黎智英案和民主派初選案 都無需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 主要有三個原因 1、初選案具有涉外因素 2、要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3、有可能會妨礙司法公義託位執行的實際風險 這令我聯想到電影《少林足球》的經典一幕 《飾演奸國》的謝賢說 扣證、旁證、觸協、觸種、觸毀 全部都是我的人 怎麼跟我打啊 1、政府宣稱的所謂涉外因素是指外國因素 我完全不明白為何有所謂外國因素就不能設有陪審團審案 難道是怕所謂外國勢力會收買陪審團? 2、政府擔心陪審員及其家人會被騷擾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政府是不是有責任保護他們? 其實陪審團可以匿名、戴口罩和蒙面去隱藏身份吧? 相反 法官的名字和樣子是公開的 審理案件的多位國安法指定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難道政府就不擔心了嗎? 3、所謂妨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才是最重要的理由 陪審團是從社會大眾抽籤產生的 政府或擔心在社會上黃絲比藍絲多 一旦陪審團投票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結果很大機會是無罪釋放 對整個建制都造成極大的衝擊 因為連學校的教科書都在教導學生初選案是違反國安法 如果陪審團投票決定初選案沒有違反國安法 整個政府和親共陣營的論述都會站不住腳 難以反應 其實 事情很簡單直接 取消陪審團的客觀效果是會大大增加恐慌的勝算 這就是香港的新法治 親共人士近日也不斷互航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宣稱 陪審團沒有受過法律訓練 處理政治敏感案件 不設立陪審團是更能突顯司法公正 我不禁要問 究竟什麼是政治敏感案件呢? 由誰去定義? 按此邏輯是否所有涉及政治人物、選舉和政府元素的案件都要取消陪審團呢? 香港司法機構的網站仍然寫著陪審團制度是香港法律體制中最重要的特點之一 被告人會在法庭內由社會其他人士來審判 《基本法》第86條清楚定命 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 香港的陪審團制度當然是源自英國而不是祖國中國 1845年陪審團制度藉著陪審員與陪審團規管條例引進香港 它採納了英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的特色 所以在新香港之下取消陪審團完全是去直化的體現 歡迎來到中國式的陽光司法